接下來是粉底液 因為你有時候運動完 那我想要拍一個線動 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會背一個粉底在身上 讚 L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Bobby 我今天要錄的單元是 What's in my bag 這個是我平常運動時會用的包包 那就跟大家開箱 首先呢 第一個最重要的是毛巾 運動毛巾因為一定會流汗 所以需要背一個毛巾在身上 接下來是帽子 我覺得帽子也很重要 因為你運動的時候可能頭髮會很亂 所以一個帽子順便可以當作 你流汗時可以吸汗的一個東西 而且毛帽比較好清洗 如果是戴一般的那種 鴨舌帽或是板帽的話 其實很難做清洗 接下來是保溫杯 就是要喝水用的保溫杯 然後 這個是後腫的護貼 因為長時間跑步的話 你的後腳跟一定會受傷 所以我會貼一個 不貼在我的後腳跟 接下來是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第一樣是香水 因為有時候你運動到一半可能朋友會約你 說 你在哪裡要不要出去一下 那你一定要背一個香水在身上 接下來是粉底液 因為你有時候運動完 你可能會想說 今天有運動那我想要拍一個線動 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會背一個粉底在身上 這樣子 再來是口紅 背一支口紅 然後跟 眉粉 一盒眉粉在身上 最重要的是 耳機 藍牙耳機 因為運動一定要聽音樂 如果不聽音樂就會很無聊 OK 沒了 開箱完了 這個 第一個是保溫杯 然後 接下來是耳機 耳機也很重要 然後 粉底液 因為有時候運動就是可能會想要拍照 因為運動不可能是帶妝的 因為你都會打脫妝 所以 帶一個美妝產品其實也蠻不錯的 推薦給大家 想看更多我的專訪快去追蹤L Taiwan 2023最具風格的時尚路跑 Air Run with Style 將首度舉辦北高糧場 4月22日在高雄夢時代大道 4月29日在台北大家河濱公園 大家快去報名 一起在城市賽道上自由奔跑